每年暑期都是许多人期盼的旅游度假旺季 而在疫情之下 跨州以及跨国的旅行仍有诸多的限制 因此最可行的旅行应该是在州内范围的自驾游 目前 加州和湾区仍处于居家抗议令阶段 所有州内露营的公园和区域仍然关闭 不接受任何预定 旅游租屋平台Airbnb虽然仍接受预定 但外出旅游最快能在什么时候成行 游客仍要密切留意州和地方政府的最新指引 至于6月是否能解除居家抗议令以及旅行限制 目前仍是未知数 所以现在就计划6月份的度假行程仍为时过早 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为即使5月31号之后 州府准许在州内旅行 但是各地方政府仍有自己的卫生防疫规定 所以游客计划出游前必须查看目的地都有哪些旅游限制 而且联邦疾病防控中心CDC也不建议现阶段做非必要的跨州旅行 因为全美所有的州都有确诊案例 而且某些地区仍是社区传染的高危地区 一旦流动人口增加 也会增加病毒传染几率 度假胜地夏威夷现在仍然限制游客前往 非夏威夷居民抵达当地后 必须先隔离14天 因此在当地政府尚未宣布解除旅游禁令前 游客必须想清楚是否要到夏威夷度假 至于明年甚至未来两三年的旅游业会怎样 业内人士估计 在没有疫苗研发成功前 旅游业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蓬勃景象 而且旅行的诸多限制也会给旅客增添烦恼 例如要遮盖脸部 保持社交距离 在机场的安检程序可能要花更多时间 除了随身的危险品检查 还将增加旅客体温检测 有些机场已开始使用化学喷雾消毒 或紫外线杀菌等健康防疫程序 另外 即使疫情过后 机票 酒店和租车价格也可能上涨 因为这些公司受疫情影响 亏损严重 不可能再如往常一样提供折扣 而住酒店也许不再是一种享受 酒店为保护客人健康 也要控制房间间隔 以及公共区域的活动空间 尤其是游泳池和电梯 很难保持应有的社交距离 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暑期最可行的应该是 州内或临州的自驾游 而且汽油价格便宜 但不要去人多拥挤的游乐场和主题公园 可以选择有后院 离海滩或湖边缴近的度假屋 至于机票方面 美国三家廉价航空公司 Frontier Allegiant Southwest 现阶段分别推出 今年暑期促销廉价机票 单程最低价分别是 11 24和49元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 由于航空公司因应疫情 都有较灵活的改期和退票政策 所以即使现在购买便宜机票的旅客 也可能是为以后的旅行做打算 26台记者 梁秋玉报道